屏東縣長洲村民與社工夥伴一起熱身做體操 現場氣氛嗨到最高點 為慶祝並響應社工日 平縣府舉辦家庭同樂運動會 包含有超大型草地排球賽 辦公椅競速 水彈槍大戰等賽事 感受到濃厚的歡樂氛圍 我們舉辦了社工日的一個運動會 我們的主題就是當我們靠在一起 這會總是會存在著一些辛苦弱勢的 很多的社會安全網都需要我們的社工 用他們的專業 用他們的耐心 用他們的愛心 去把這個事情做好 社工也是需要鼓勵的 社工也是需要幫忙的 所以縣政府今天我們來舉辦一個運動會 讓我們所有的社工靠在一起 發揮我們社工最大的能量 成為我們社會安全網最重要的支柱 來 加油 加油 這個很會 哇 辦公已經收大火 卯足全力向前衝 現場歡笑聲連連 為了讓社工朋友在家庭日好好放鬆 也特別安排如塔羅牌 牛角書鴨 羊毛針 泰拳 及隨心自拍隨心印等四大體驗區 陪伴辛苦的社工人共度美好時光 今天這個活動非常好玩 而且我們很久已經沒有運動了 藉由這個活動我們可以促進我們的身體健康喔 我們今天是因為4月2號是我們的社工日 那今天辦這個活動就讓我們所有的社工伴 在一個假日的這個時間 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然後帶自己的小孩家人一起來 然後大家可以在這邊交流聯誼 能夠在這邊好好的放電 讓大家平常的這個辛苦的這個 這個社工的生活在這個地方能夠得到一些充分的紓壓 好好的休息 現場周春明表示 縣府相當重視社工權益 不僅積極爭取增加社工人力 提高社工薪資待遇 強化社工人生安全 與建立社工友善職場環境 也重視公司有聲關係 而未來縣府團隊也將會持續為社工爭取相關福利與保障 給予他們最實質的支持與鼓勵 這就不一定張志豪採訪報導